尽管谢金燕的新曲被质疑说是不是有雷同之处 但是实际上谢金燕这做善事也是不落人后的 来看到住在嘉义县竹崎湘这一名九岁大的女童金金 她很孝顺也贴心 不忍阿嬷为了要筹措车祸姐姐的医药费生病累到 只剩阿公一个人采收整片的荔枝园 所以同言同语的说想要写信给偶像谢金燕姐姐 因为看到谢金燕认识很多人 所以希望她可以帮忙来卖荔枝 那么谢金燕本人得知消息之后 也立刻联络金金的阿公 将会大量订购 送给弱势团体跟亲朋好友 住在嘉义县竹崎湘的金金 今年才九岁 最喜欢的偶像就是电影女神谢金燕 一边熟练的帮忙阿公整理刚采收的荔枝 一边同言同语的说 想要写信请金燕姐姐帮忙阿公卖荔枝 阿嬷生病 然后姐姐以前车祸了 只剩下阿公 但阿公顾这些奶季很辛苦 很辛苦 所以我也需要你的帮忙 原来因为金金的姐姐之前出了车祸 脸上留下一道长长的伤疤 阿嬷为了筹医药费把自己累倒了 只剩阿公忙着采收 孝顺又贴心的金金自愿帮忙卖荔枝 还说希望能把出哥亮也请来 让生病的阿嬷能早日康复 你最需要谁来帮忙 出哥亮 出哥亮还有谁 还有谢金燕姐 阿姨 你们都很喜欢她吗 金金说因为金燕姐姐看起来认识很多人 希望请她帮忙卖荔枝 对于小孙女 贴心又天真的想法让阿公好感动 谢金燕得知消息后 也立刻与阿公联络 希望能大量订购送给亲朋好友 谢金燕的经纪人说 得知消息后 原本希望能补助姐姐整容的费用 但阿公婉拒了 而可爱的金金 知道金燕姐姐愿意帮忙后好开心 希望有了她的加持 能让更多人吃到阿公辛苦种出的红玫瑰荔枝